这个类型会不会随着你把新资料放进去 它会改变 答案是会的 记不记得这个资料的来源 是来自于美国超市销货资料 下载里面是不是有这个 美国超市销售资料CSV 快速点两项 然后接下来这个资料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再增加一笔 例如说全选 布置 贴上 那请问你 这个是不是要改成 例如说999 应该9995 然后接下来 这些我都不去动 可是我其中我想动的只有Chair 那Chair它是什么类型 首先这个要改成 Chair 它是家具类把它设好 再来就是 我刚刚是用获利来去算 假设它是 说这边变成 72万 我现在是不是加了一笔资料 在这边 我就把它关掉了 这个资料 当然要储存 好 储存 那请问 我这个资料 我要做什么 我只要做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请你仔细看 这个Chair的比例 会不会从8.1%改 227.1% 还有这个高获利 从一般获利变成高获利 未来你会一直不断的去把 来源资料下面一直放新资料 这边 它会一直不断在做修改 这就是建模的概念